夫人搭乘台南市公車 疑似沒有確實按下了下車鈴 到站公車未停 他當場向司機抱怨 司機讓夫人當場測試 還表示如果按了沒反應 可以口頭告知 才會知道他要下車 但夫人卻一再爭執 他甚至表示要投訴司機 一路不停碎唸 但司機不再回應 事件發生在四月五號下午三點多 司機最後讓夫人在下一站下了車 這影片被PO網 網友紛紛為司機抱不平 說司機休養這麼好 很敬業沒被激怒 市長黃偉哲也在臉書PO出 公車駕駛座的照片 表示司機不僅要專注路況 還要注意儀表數據 卻遭到觀光客責難令人不捨 這時候只能到下一站下車 因為我們在那個沒有站牌的地方 我們不能讓客人上下車 駕駛的教育訓練 公司很著重在情緒管理這一塊 然後針對這個事件 公司會對這個駕駛員 請專人去圍繞他的辛勞 客運公司也提醒民眾 如果按了下車鈴沒響 安全起見 可以跟司機告知即可 不要在車輛行進間站起來 以免霸生危險 TVBS新聞顧守昌 台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